第一件事就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内地的消息 第一件事就是第四批预备航天员的选拔工作就启动 一共选拔12至14个预备航天员 这里在香港也有一宗消息 我之前就看到的 但是我没有资料在眼前 所以我是凭记忆说的 如果有错就不好意思 现在在香港还会招请三个 就可以一起上太空 那三个人都一定要有博士学历 如果你有博士学历再加在相关领域三年的工作经验 就可以申请 但是有年龄限制有多少男人 最高就去到45 所以好像女人也是 还有那个新高是有一定程度的限制 所以如果那些细节 在香港你想上太空玩一下的话 你可以试试去申请 非常好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试的 如果我合资格我也会去申请的 但是当然我是不合资格的 我是没有博士学位的 那 那 也都说一说 今年前八个月的国有企业的 营收 同比增长 这个 百分之九点五 这个是总收入 全国国有控股企业 全国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 就是五十二万三千五百一十九亿一千万 那便升了百分之九点五 那中央企业呢 那个收入呢 就是二十九万四千三百三十六亿一千万 那便升了百分之十点五 那地方国有企业呢 这个呢 就是二十二万九千一百八十三亿 那便升了百分之八点二 这个同比增长是 那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 那就是三万零一百一十一亿八千万 那这个数字 有些人就说暴利 其实就不是的 就是如果你看看那个 总营业收入 那你对比那个顺利 其实不是说真的那么表情 不过 这些利润呢 很多人都会扔回社会 社会主义就扔回社会 那没有办法 就是有时候人们就 拿这些东西来说 如果你说 如果国企一元都不赚的话 其实很难做到成本的效益 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就是以前 就是最初未改革的时候 就是一元都不赚的 那一元都不赚的 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没有效率 没有效率 那整个社会都输了 其实就是 所以现在也是有些混合制的形式出现 好了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就有消息 扎防洪保障线 抢险交通线 生态观景善于一体的黄河下游标准化提防 就是全面建成的 那它这些就是标准的体罢来的 其实就是 那跟之前那些是不同的 之前那些人就不可以爬上去看的 那现在是可以去看那些 那些 那还有呢 就是有脑那些 那些是方便的 那另外就是中银协的报告 2021年年底 中国金融租任行业总资产规模 就去到35800亿 那这个数字都很厉害的 那那也都说一下新冠 那这个是一号的时候的数据 因为为什么会 我也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迟呢 其实它们的新数据 就在我们做完节目之后 大概半个钟或者15分钟 才会出来的 那我们就没办法 在这里讲新的数据给大家听 但是那个趋势 大家知道就OK 如果我们之后 做回晚间直播 那我在晚上的时候 就会讲回新的数据给大家听 尽量是跟贴一点 尽量希望大家有得跟贴一点 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这个本土病例 116例 那这个就是内蒙古26例 四川25例 广东17例 这个山西9例 云南6例 其他的那些 都是低于6例 不是的 还有零下都是6例 跟着山东5例 西藏5例 那里面包含了17宗 这边就由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那好了 那这个情况 你说是否很理想呢 其实 我是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现在内地其实是 控制到的 那个疫情 有些人 应该不是说有些 有一个人 就在我们那个 节目下面留言 就说 我们这些地方 主持住的地方 都放开了 为什么不准香港人 有些人出埠的 我都没有说过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会听到我 叫人不要出埠 我其实是没有的 这个一定要先说 你们出不出埠 其实你们是自由 还有我们说了一件事 就是你零加三 就会做很大的誘因 令到那些人出埠 那我说回事实 我不明白 为什么有人 就会说我们不准人出埠 究竟怎样 可以听到这样 我是不明白 真的很奇怪 那他那个留言 就是这样说的 他说一定要零加零 才可以振兴香港经济 那 真的很坦白说 我们这些地方 其实已经是 放开了 但是经济是绝对不好的 其实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那些人的习惯 你不可以想着 他们会 好像 马上回到疫情之前 一样 没错 是有些人会出埠 有一部分人会出埠 一部分 但是 很多人 都是不会出埠 但是 问题在哪里呢 那 比较少部分的人出埠 其实 已经影响到 整个市面的经济 就已经是差很多了 就是我们这里 看到的情况 就是这样 现在有人出埠 一定有人出埠 之前 澳楼旅游气泡的时候 都有人去澳洲 有些人 留在澳洲 留了一年 有很多 其实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也是 说回事实给大家 就是有很多事情 是不妥的 其实就是 就是现实呢 就是 你现在什么 零加零 那些 其实是否真的可以 帮到手呢 就是帮到经济振兴 我其实到现在 都是很怀疑的 因为 澳洲 新西兰那些地方 其实是开了的 其实没有什么人去的 你不要以为 一开了就有人去 就是以前 那个 旅游业呢 是很兴望的时候 就是现在是剩下 我之前也说过 五分一到四分一的人 但是你要记得 已经开了几个月了 都是剩下 四分一或者五分一的人 这个是事实来的 所以那些人跟你说 零加零 就可以吸引很多外来人 去香港 这个也是浪费的 真是很坦白和大家说 是狗说当被吸的 就是有班人是 还有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香港 大家都知道 那个疫情 其实还是反复的 还有呢 你说是否真的 不抗疫呢 在香港 其实也不是 就是香港现在 还要做很多核酸 那些 那你说是否不抗疫呢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事 好了 也多谢一些网友的支持 先 不须Chang BananaLillian Anjuli88 Fongsi Chang 很多谢你们的支持 如果有遗漏呢 就不好意思 因为我其实就没有 网失这个 《网汗编辑部》那里 也都没有网失正向部 我也不好意思 因为我看着这些资料 就没办法看好所有的东西 听Sevenny就说 怎么听节目 不懂听广东话 完全曲解社长 乱来 他就是这样说的 他说 你们这些人 在外面 现在都放宽了 为什么不让香港放宽 其实我也没有说 不让香港放宽 其实坦白 我一直都是说 放宽 又有代价 那代价 大家清楚 到底代价是什么 以及要付出什么 代价要付出多久 有没有说清楚 其实这个才是那个问题 我们从来都是说这个问题 在内地 现在有些人都说 要放宽了 其实我跟大家说 在内地很难 内地呢 现在的情况 不是说真的很乐观 为什么呢 如果你硬有些人 在香港放宽了 他们在内地 不断吹说要放宽 其实对内地的防疫来说 都是很大的压力 因为现在内地 他们的疫苗接种 情况是不理想的 还有 现在在研发中 Omicron的疫苗 也是没有声气的 就是应对Omicron的疫苗 是没有声气的 之前说 在香港和其他地方测试 现在是 基本上是没有声气 那特效药那里 就是Paxlovid 我们已经知道 有一个问题 就是 你吃完七天之后 其实拜登身上也是这样 吃完七天之后 他之后隔一会儿 又反弹了 那个病 之后 是有病征的 他又不是说没有病征的 他只是核酸有阳性 他不是那么简单 他还是有伤风感冒的病征 这个特效药是怎么样的呢 就是阻断了病毒的复制 那将你身体里面的病毒量 就降到很低 到那个时间 就要靠你身体里面的 免疫功能 去打败那些病毒的 就是剩下的那些比较少的病毒 或者压住他们 不让他们发病 但问题就是 不是每个人都压得住 而且老人家很明显 现在有一件事就是 他是会复养的 这个是很明显的 这个问题是 你说其他的特效药 其他的特效药 都是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 系列的药 都是这些叫做 抗病毒药物 抗病毒药就是这样的 你阻断病毒的复制 结果呢 情况就是 你阻断到某一个水平 你停了药 你的身体都未必能打得赢 剩下的病毒 现实就是 不须青就说 我几个朋友去新加坡 醒了 出差 结果全部新冠 其实他们很容易中的 现在 我们会讲一下 新冠的问题 很多人觉得 这个话题不是话题 不应该讲 事实上 内地现在还是这样控制住 其实是有原因的 我们经常都说 你不要觉得内地 真的没有东西找东西来搞 其实是很大成本的 但是 他们知道一样东西 决策的人 不知一样东西 就是如果他不是这样控制住 医疗系统会有问题 医疗系统会有问题 也会导致 有些人 非正常死亡 在内地 如果有很多人 非正常死亡 是会令到国家很乱 中国乱 其实对全世界都是很大件事 我讲一句真话给大家 现在 有些人觉得无所谓 国家乱就乱 因为情况是这样的 在香港有些人都觉得 国内乱是无所谓的 因为有些人可以混水摸鱼 他们那些人的用心是很恶毒的 当然现在有些人论述是这样的 他就说 你不开放也会乱 那些人会出来搞的 其实 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情况 就是出来说 很不满抗疫的情况的人数 其实是远少于支持抗疫的人 支持继续严格抗疫的人 其实很多 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这件事跟他们的性命是有关的 这件事是 好了 那回来说一下其他情况 2022年第56届世界乒乓球团 感标赛决赛小组赛 第二轮比赛里面 中国南兵3比0战声美国队 原油田被发现63年以来 已经累计生产原油超过24亿吨 占国内陆上同期原油总产量的40% 银栏高铁金宿段全线接触网城公通电 这个叫做热滑试验 即是找驾驶的车在下面走 这个叫热滑试验 显示各个设备运行正常 线路即将进入连调连试的阶段 另外 中国科技馆最新制作的系列 动画微电影科学偶像 目前正式面向公众免费播出 还有就是 在世界消防救援队錦标赛 在攀登挂梯项目里面 中国消防员就快而稳健 好像一支箭那样 一琴就上到四楼 这个叫做第17届世界消防救援錦标赛 我也不知道有这些錦标赛 看看国内的新闻才知道 很厉害了 当然了 现在全国强降雨 落区雨暴图 现在在北方 主要有大雨和暴雨 现在看到这幅图 不是完整的 不过看到香港那边 应该 应该不会下雨 不过都有可能 因为广州澳门那边 就会有0至10毫米 大概看到是0至10毫米 这个图 这个全国降水落雨暴图 我一看了两幅图 一幅就叫做全国降水落雨暴图 天文科普专家就说 长江流域和以南地区公众 过重阳节的时候 可以在4号的日出前 尝试尋找 以及观测船底座Alpha星 这个也是挺值得看的 其实是 不过这个要怎么看呢 这个船底座Alpha星 也叫做老人星 如果要看这个星 最好的方法就是用Google Google有一个 Sky Map 用Sky Map去看 你就可以看到是哪一个位 你用Sky Map 对着天空就可以了 这个很好玩 其实我和我儿子小时候也有去看这些 当然了 现在就比较少了 其实有机会 我也想去看看星 其实这些是值得去看看的 人是很渺小的 好了 说到这里 休息一会 回来我们就讲讲其他话题 休息一会 给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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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